学员带来陶地表演 月音轻快飘扬 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 趁着社区资源中心 桥迁新据点的机会 大家展现练习已久的才艺 虽然他们身体上有所残缺 但这股努力不懈的学习精神 让贵宾们很感动 看到学员刚才的表演 真的很感动 学员他们自己愿意来学习 有这样的才艺 很希望在这个活动当中 邀请社区的资源单位还有民众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也让大家认识我们 基金会表示 在台中屯区服务多年 陆续规划生长者乐活补给站 休闲记忆陶冶课程 让身心障碍朋友能够学才艺 因为成效不错 颇受各界好评 因此这一次借着乔迁举办感恩茶会 一方面感谢各界多年的资源协助 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基金会的服务项目 民国98年开始就有所谓的 身心障碍者社区乐活补给站 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 我们的生长朋友 他可以再透过一些才艺课程的学习 增加他的自信心跟社会的互动的机会 那我们平常在工作当中 我们也会有社工员 他可以到家里面去提供相关的仿式服务 了解我们身障碍朋友的一些需要 温暖社区友善互爱 众人也在看板上贴上爱心 希望号召更多人投入关怀 为身障碍朋友加油打气 让他们都能够勇敢的走入社区 让生活更加快乐 解来出风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